今天天氣真好 你看 曬到 哇 英國很少感 看看 昨天我還在穿乙翁 今天我們會去哪裏呢 我們會去Coulson的鄉 我們會去英國的Coulson鄉小鎮 看看這裡有什麼相片 我是經常去的 而且其實很多英國的小鎮 他們都是有類似的商店 那會有什麼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的 就跟我一起來看看 這條路 沿路一路走 到街尾那裏就會有Post Office 在Post Office前面 這裡就有一個Royal Mail的 一個Delivery Office 很多時候如果人家的郵差 來到家裡派信 然後你不是在家 會留一張紙幅給你 那你就可以下來 這個Delivery Office 那裏去拿你的Post Office 我們來到Post Office 其實是旁邊的 這個很多時候 英國的Post Office 都會在一個書局裡 看到標誌寫著Post Office 你進去就對了 Coulson這間就是在 W.H.Smith的書局裡 裡面有書買 有文具 我們去看看有什麼服務 一般英國的小鎮 都會有他們自己的郵局 它外面會有 比如標誌說有什麼服務 它在這裡看到是 可以寄信 Post Office 它有Post Office Check and Send 可以交換金額 可以交換金額 其實我猜它可以 很多東西都做到的 可以買Post Office 可以交換金額 英國最多有什麼呢 就是這些 Charity Shop 我身後這間 好像 Coulson這區 都有三四間 Charity Shop 這個是其中一間 其實如果你平時 二手衣服 三號鞋子 都可以拿下來 給這些Charity Shop 它是買了一些 二手的用品 非常多東西買 而且是非常便宜 對面這間 就是一間 Broad Horizons的餐廳 這間就是 一間私階的餐廳 Preschool 就是兩歲之前 可以給小朋友 給寶寶去入讀 另外就是 地產多 還有 展法店 這裡也很多間 多數都是 土耳其人 或者是 印度人開的 展法店 居多 大家看到Coulson Grill嗎 那間Coulson Grill 就是吃Keebab的 英國的小鎮 到處都有 吃Keebab的店 就是吃土耳其的燒肉 再加上一些 類似是 Brab的東西 還有Burger 看到了 Burger Keebabs and Chicken 旁邊就有 醫療 都是每個小鎮 必有的東西 醫療就是 你看完醫生 醫生開藥給你 你就來醫療拿藥 這裡拿藥 就要另外付錢的 Hello 我們很喜歡來這間Coulson Grill 它的Keebab很好吃 另外這間Cat 又是 博物店 另外一間 它裡面買的東西都是 超級便宜的 有時候 我買書給Eli 我也是在這些二手店買的 真的非常便宜 大概是三本書一磅 就算是 不同時期買的東西 這間 每個城市都會有 就是 這些Pub 這間就是 Pembroke 現在不可以進去吃東西 所以 人們多數都是在 外面吃的 對面 對面 看到很大間 Audi 這裡就是平時我們買菜的地方 多數都是會選一些大間的 因為貨物可以去得快一點 可以在旁邊泊車 這邊有一間 旁邊有一間Tesco Tesco Express 就是小間一點 就是 我會開得晚一點 還有什麼 Emergency的食物要買 奶粉 尿片 也可以在這裡買 Loramus 買一些 文具 Art and Craft的東西 買禮物 還有Toy 都算是Toy Shop 平時都會跟Eli Jaden 他們下來買玩具 旁邊就是銀行 Sentender 然後就是這間 每個小鎮都會有的 咖啡店 這間就是 不是Chain 是自己 跟早餐吃 我們都很喜歡來這裡 另外就是 前面有Nero Nero就是Chain的咖啡店 同時每個小鎮都會有的 還有一定會有的東西就是 對面那間 Fish and Chicken Shop 即是有Fish and Chips 英國最流行的Fish and Chips 還有就是 食雞 我身後就是另外一間吃雞的店 Chicken and Ribs Favorite 它們兩邊還有Fish and Chips 還有雞食 還有Burger 很多時候都會有 這裡不是很多城市 因為Cousin是小城市 未必會有KFC 那些Chain的店 例如Sutton大一點就會有 如果沒有的話 這些就是替代KFC的店 都不錯的 你看到Just Eat這個字眼 就是說你可以上網叫外賣 還有最主要你可以去看看 Food Hygiene Rating 這個牌多數都會有在店裡的外面 5就是最乾淨的 零就是最差的 這樣去選擇 它就告訴你 那間店究竟是乾不乾淨的 然後前面我們就有 另外一間Farmacy Booz就是另一間Farmacy 但這間Farmacy 就是什麼都可以賣的 化妝品、洗頭水等的雜物 就像香港的藥房 對面又是Fish and Chips 另外一間就是Suri的Opticians 就是看眼睛的 然後一間律師樓 再過一些就是另外一個火車站 這間就是Amy Nail Salon 就是新開的一間 好像都是亞洲人開的 做指甲的店 都可以做的 在這個這麼小的城市 你看它做得多漂亮 今天有價目標 一般在小村市 做指甲都不會很貴 看看多少錢 對 它有一個價目標 在這裡 普通manicure 都是12磅左右 然後呢 做腳25磅 如果做Gel 就25磅左右 都是比倫敦 因為如果倫敦 做Gel Gel格 都要30多磅一次 大概35磅 至40磅一次 現在就 在我身後這間 看到嗎 綠色那裡 就是Vatros 其實這間是算小的 但是 有時候都需要來Vatros買東西 因為 好像Audi 有些有牌子的東西 都是不能買的 那大家看看後面 這裡就是 泊車的地方 還有大家最緊張的就是 來到這些鎮仔 有沒有中式食物 有沒有中式外賣 中國中國的 其實每個鎮 是一定會有的 我們這裡有一間 叫做Walk In 但其實任務都沒什麼所謂 有你就可以下來 買Takeaway 然後很快回家 其實沒有的話 你可以上網 上網可以多點選擇 我們一般都是上網 在Just Eat那裡買外賣 然後就送到家 然後就不太多別 現在我就上山回家了 好 你看看買了什麼 登登登登登 在Audi 剛才買了一隻 白盒 你看 粉紅色的白盒 看看多少錢 7磅 4.9 但有5個Stamp 抵不抵 我覺得很抵 不知道在香港買了多少錢 我回家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